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台灣的高雄市 今天舉辦了罷寒公投 投票結果已經出爐了 終於有超過93萬9千名高雄市民 投下了同意票 而投不同意的只有大概25000人 投票率超過四成二 由於投票率超過法定門檻所需要的兩成半 以及同意票數超過不同意的票數 故此韓國瑜今次正式遭到罷免 實情這個結果一如所料 我們昨晚已經預告過 而昨晚《人民日報》那篇挺韓文章 正正是壓垮韓國瑜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在昨晚乃至今早 整個中國國民黨 沒有任何一個人走出來 和這篇文章劃清界線 明知別人是送上死亡之吻 都沒有一個人出聲 你說這個政黨是多麼可笑 韓國瑜知道這個選舉結果以後 他就做了一個演講 從那篇演詞也反映得出 韓國瑜沒有半分自省的能力 他首先說有三個感謝 感謝2018年支持韓國瑜的89萬市民 讓他有機會為市政打拼 感謝最棒的市府團隊對這個團隊感到驕傲 感謝130萬名市民沒有出來投票 認為這場是不公不義的投票 這種說法簡直是強盜邏輯 你怎麼能夠假設這130萬名高雄市民不出來投票 認為這選舉是不公不義的呢 你怎麼能夠假設這130萬名市民 是完全是不同意你這個罷免案的呢 咦?這樣就等於香港那些建制派一模一樣 有50萬名市民出來上街反對23條 他就說有650萬人沒有出來上街 故此那些人都是支持23條的 這些就是強度邏輯 韓國瑜作為一個民選的市長 即是曾經 你都不應該說出這番說話 接著他又說有3個遺憾 主要都是針對民進黨 又說人家搞網軍、抹黑 又這又路 實情到底你有沒有反省到自身有什麼不足 到底韓國瑜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規模的潰敗 主要有3個原因 第一就是因為韓國瑜當選了高雄市長 不久他就說要宣布大職參選中華民國總統 被視為失信於高雄市的選民 而且被他的政敵按了個花名給他 叫做樂跑市長 實情今次投票結果 93萬9千人同意罷免韓國瑜 是超過2018年市長選舉的時候 韓國瑜所得的89萬多票數 實情當日你能夠勝出高雄市長選舉 純粹就是偷雞成功 不是因為你本身有什麼實力 民進黨在高雄市裡的基本盤長期都是超過90萬 大家可以看看以往的選舉結果就知道了 在2014年那屆高雄市長選舉 陳菊獲得接近100萬票數 是99萬3千票 在上一屆2018年 韓國瑜獲得89萬票 至於陳其邁只有73萬票 中間的落差 民進黨的差距 其實只不過是民進黨自身有些基本盤 沒有走出來投票 於是韓國瑜才能夠偷雞當選 你能夠偷雞當選 你又不專注於市政服務 走去選這個總統 於是當然會被人承虛而入 這是他自己的屁股 與人無由 因為他這個舉動給市民有一種印象 就是你根本是沒有心服務高雄市 只不過是藉著市長選舉作為一個跳板 只是想更上一層樓 而且大家可以看看 韓國瑜在高雄市議會的表現 是極為差劣的 被民進黨籍或是時力黨籍的議員 去質詢他的時候 他竟然可以每一次都回答別人 交送花打彩 這樣令到一些中間的選民都非常反感 當然那些韓粉看得非常亢奮 但是在一個民主選舉當中 你不僅要鞏固自身的鋼鐵韓粉 如果沒有中間的選民支持 那你當然會輸到仆跡 大家看看總統選舉的結果 就知道一清二楚 好了 至於他為何有個花名叫韓總基 又是他的政敵幫他安安 就是因為他在市議會那裡 很多問題都回答不到 每次都要轉介給他的屬下 局長和副市長來回答 於是就被人質疑他 到底你有沒有熟讀到高雄市的施政內容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他親中的形象是太過強烈了 經過了這一年以來 完全是洗策不到 首先只是說他的競選口號 都已經被人視之為向中國全面靠攏 他的口號是什麼 人戰乃火出處 交雄花打彩 喂 你那個人進來 到底是什麼人進來 是中國的旅客進來 貨出去 出去哪裡 是出去中國大陸 故此 高雄發大財的美夢 其實就是等同於把台灣的經濟命脈 全面依賴中國 這樣對於很多人的心裡 非常之不安 因為會影響到中華民國的主權 第二件事 就是在2019年1月的時候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了一個理念 叫做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當時蔡英文馬上回絕了一國兩制 至於韓國瑜 他當時已經是想選總統 但他竟然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出來 於是就被人質疑了 到底你的兩岸立場夠不夠堅定 到底你的兩岸立場是怎樣的呢 你不能夠永遠重返九二共識 我們在這個節目也說了太多次 九二共識是混蛋 我們不再在這裡說了 去年3月的時候 他進行了多次外訪 其中一次就是來到香港 拜候了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和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而正正就是這次訪問 被外界視為了 他是一個親中的形象 而且從此沒有辦法洗脫 鍾然來說 他自己對於進入中聯辦 拜訪王志民主任 是有他的說法 因為他說要在經濟上拼發展 這是他自己的說法 但到底你能否說服到廣大的台灣民眾 這是另一回事 其實有些香港的評論人 一樣是有這個盲點 永遠就說 韓國瑜進入中聯辦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就是在於 在民主政治當中 選舉就是點人頭的遊戲 實際韓國瑜進入中聯辦談什麼 外奸是沒有人知道的 可能純粹一個禮節性的拜訪也不奇怪 但這個並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在於台灣民眾的感受 到底是怎樣看 如果別人認為你走進去 是向中共跪低的話 這樣你就是向中共跪低 你是百慈莫辯的 你也是要顧及民眾的感受 你不能夠一味就說自己進去 是有正當性是有合理性 這些是沒有用的 這些根本上就是違反了民主選舉的基本邏輯 這些人是不適宜從政的 故此現在就輸了腹直 結果是應份的 更不要說他之後怎樣不敢得罪中共的事情 實際郭台銘當時也有勸過他 叫他不要去中聯辦 只不過是他不聽 到了去年六月的時候 香港就爆發了反送中的運動 當時有些台灣的媒體就去問問蔡英文 和問問韓國瑜怎麼看 到底韓國瑜他答了哪八個字呢 他就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作為一個已經通過國民黨初選 已經鐵定會參加中華民國選舉的參選人 竟然可以答出這八個字對於香港問題的立場 這些完全是沒有擔當的表現 就算你是親中也好 你是有自己的什麼立場也好 你也要說得清楚明白 你說我不知道我不懂得 那你和Lex上身有什麼分別 沒理由不知道 在二十一四幾的科技這麼方便 要看香港的直播 台灣電視台當時也有來做採訪 怎麼會說不知道不懂得呢 所以就被人不斷質疑 到底是否不敢得罪大陸 好了 到了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之前兩三個月 他的國政顧問團其中一個人叫邱昆元 就出來斥責香港的示威者是暴徒 然後稱讚香港警察是做得好 誰知這個韓國瑜也沒有出來否定過邱昆元的說法 實情這一種立場 不單是這名國政顧問團成員擁有 而且在挺韓的台灣評論員當中 普遍都是這一種立場 大家如果有看到台灣的評論節目 就會大概知道一二了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管你是不熟悉香港的情況也好 你是故意要和蔡英文政府的立場打對台也好 或者是不敢得罪大陸政府也好 不管背後核心價值核心原因是什麼 喂 你這個立場就是得罪了很多台灣的選民 而民進黨正正就是賣弄一件事叫亡國感 他們就說如果你不想台灣成為香港一國兩制的話 你就不能夠投韓國瑜 你就要投蔡英文 故此蔡英文在總統大選當中贏了一條街 不是因為她過去的四年政績做得特別好 大家都知道她能夠減槍 而這個票數就是林鄭月娥灌給蔡英文 而韓國瑜最終也不敢為香港問題作出一個明確的表態 只是膽敢發了兩篇聲明 就說叫特區政府要和香港的民眾做好溝通 那你做這樣的辭令就比不說更差 不僅是拿不到香港人的支持 就算在台灣當地那些選民都不會受這一套 還溝通? 這些已經是打到七彩了 還溝通? 根本上你只能鞏固那些鋼鐵航分 所以就只有五百百多萬票 蔡英文就七百多萬票 這是必然的結果 第三個問題就是 她實在作出太多承諾是沒有兌現的空投資票 比如她說要去太平島挖石油 又說要在愛河搞什麼愛情摩天輪 一會兒又說要在高雄市搞F1賽車場 甚至乎要建迪士尼園 一會兒又說要起馬場 誰知道被香港賽馬會即時駁斥 說根本沒有和你作出任何溝通 只有上邊這三個原因 都足以令韓國瑜被高雄的市民罷免 更不好說的是 韓國瑜本身是一個賭徒性格 難以擔負重任 為什麼這麼說呢? 她經歷了兩次選舉 都是玩這個蓋牌 第一次就是中華民國總統選舉 到了最尾關頭 明知道自己民調和蔡英文有很大的落差 她說那些公投全部都是假的 就叫韓粉 叫國民黨的支持者 不要回答這個民調 終於搞到選情大敗 甚至被人說拖連立委的選情 為什麼不回答? 因為你明知道你預了輸 你就怕輸 如果你不怕輸 怕什麼回答? 第二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今次這個罷韓公投 到最尾又是叫韓粉 叫國民黨的支持者不要去投 如果你去投 其實就算你投 你也會輸 但起碼輸得光彩 輸得轟烈 現在這樣你輸得怎樣? 兩萬五千人去投不同意 九十幾萬人投同意 你說多麼肉酸 是一個恥 當然她自己也有個盤算 就是幫助一件事 就算她去動員那些韓粉 或者國民黨的支持者去投 不同意也好 一例就必定輸硬了 二例 她現在不叫人去投 她仍然是留有一手 她將來要爭國民黨主席 或者在政治上再聘任何職位的時候 起碼來說 她的耳朵就不會曝光 她就是賭這件事 所以這是賭徒性格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